为了强化三民分队 易销水域的救援能力 特别前往佐吉乡 栗山村三里部落 执行了水域抢救的训练 让易销在水域抢救的时候 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同时也强化整体水域的抢救能力 每到炎炎夏日 西边或河流水域地区 总会聚集许多前来细水的民众 没有注意安全就会陷入危险 当灾害发生时 因为水域救援的环境顺其万变 稍不注意 凡使抢救人员陷入险境 为了维护抢救人员的自身安全 三民分队易销前往 卓西乡栗山村三里部落 执行水域抢救的训练 民众也都出去玩水 所以我们也加强我们自己的易销 在水域训练的强化以上 以免发生危险 也可以对我们自己的易销 在自保上面可以强化 训练的项目包括动力救生艇操作以及救援 静态水域潜水训练 强化易销同仁水域救援能力 并且促进井易销协同合作 互相支援能力 期盼能够灵活 应用在每次救援现场 我们今天主性就是水训是我们三民分队 搭配我们易销 警销来水域训练 透过易销训练 能够更有效保护民众安全 在救援的时候 同时确保自身安全 如发生意外时 更能够第一时间使用证券方式救援 来提升救援能力 记者高双双 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